加强对于一刀切问题和层层加码问题的整治力度 各地已经成立了整治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的工作专班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调度 对于各地网民人民群众在疫情处置过程遇到的各种问题 进行积极的有效回应 转交给有关地方来予以推动解决 当然今后工作当中也包括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的20条 我们也要及时收集整理各方面群众和有关媒体方面的反应 来进一步的改善和保证优化疫情防控二条举措 能够原原本本不折不扣的得到贯彻和执行落实 另外我们对于在整治一刀切和层层加码问题当中的 有好的做法好的经验 也要及时的进行总结和交流 另外对于一些典型的事件也要进行曝光 所以在这里也请媒体朋友们继续关注 关心在整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方面的这些进展 我们形成合力 形成更多的共识 来推动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 更加科学 更加精准 更能够平衡好我们的疫情防控 和民生的服务保障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